在法国抵抗组织50万成员中 有3万5千人是俄罗斯人 他们是乔民和逃亡的战俘 乔民·鲍利斯·维尔德创刊了地下报纸 报纸给所有运动命名 抵抗 他的1942年牺牲了 入侵苏联在俄罗斯侨胞中 激起了爱国主义的浪潮 6月22日被宣布为民族动员日 威拉·奥布莲斯基工学夫人 曾治地下组织的侦察员 通讯员和无线地案报复员 在被逮捕后 盖尔泰宝给他起了个 我什么都不说公爵夫人的外号 1944年他被处死 红军中尉瓦西里·鲍利克 几次从行军室逃脱 并且创建了游击队 他损毁了11列载有军用自重的火车 和两座铁路桥 他于1944年牺牲 鲍利斯逃脱后 在法国南部创建了 苏维埃游击队突击营 修女玛利亚·斯科布佐瓦 和牧师德米特里·克里皮宁 避活一些战俘和犹太人 甚至游击队之歌 自有法国的歌曲 由著名的迪亚基列夫剧团的 舞者安娜·玛丽专席